元朗大堂發生懷疑虐待動物 甚至棄屍山頭的事件 有獨立義工在網上揭發 一個冒陰動物救援組織 無懈守護者的假義工Macy 他聲稱可以代為安排領養 於是義工就將一隻 德國牧羊犬狼狼交給Macy照顧 誰知時間兩個月 竟然收到狼狼的死訊 大概兩、三個月之前 我們就在群中認識了一個叫Macy的女生 自己介紹自己是無仇的義工 曾經帶過他自己的狼狗出現的 當時我們看到他最初那隻狼狗 是飲得不錯 高大英俊 所以我們之後都對他放下了戒心 去到後期曾經問我們拿過一隻狼狗 他聲稱說是有領養人 想領養 就問我們他拿了這隻狼狗 當時我們因為見他是無仇那邊的義工 所以都放心地交給他領養 隔了一段時間 他就再問另一個義工 多拿了一隻狼狗女 都是同樣的理由 又是有不同的領養人想領養 隔了一個多月 義工問狼狼被人領養了嗎 Macy還說還沒得住 誰知幾天前他突然WhatsApp義工 就說通知我們的狼狼 突然死了 他看了醫生說狼狼是因為違反鑽而死的 我們做了義工這麼久 對違反鑽這個詞都覺得很陌生 很奇怪 醫生會說是違反鑽 就不停追問他 但還是沒有回復的 收到狼狼寫信當日 義工們還在網上看到 狼狼被棄屍山邊的鐵紋 據了解是專門幫流浪動物收屍的義工 收到一個女生求助,說發現狗屍 我們一眼就認得出 那隻狼狗就是我們那隻 而且實際的鼻子 都是在這個叫Macy的女生家附近 所以我們就立刻找這個叫Macy的女生 追問他 但他一直都是被重受輕地回答我們 沒有還有一隻狼狗女在他家 因為出於發生了這樣的事 已經不放心在他家裡留那麼久 而一直想問他拿回狼狗 但他就一直 初初說等下班就跟我們交召 但下班之後 一個人是燒失了人間蒸發 Macy失聯 義工只好聯合愛護動物協會的督察 一起上門 督察說他家裡 現在還有四隻貓、四隻狗 目測是沒有去到觸及犯法的 就是裡面的衛生照片 目前就只是救出了一隻狼狗 和一隻斷手的貓 狼狗是很瘦很瘦 是瘦到背部的骨是拱起了 完全是肩骨 然後一出來我們餵水、餵糧給他 他是瘋狂吃了三、四個大的罐頭 他是超級餓 是不知餓了多久的那種餓 那隻貓的情況是隔一、兩百米的 在一、兩百米範圍外 你都可以聞到那隻貓身上 不知不知道有很臭的腐痴 那種腐臭的味道 然後那隻貓的手是包住了瘋帶 而那個瘋帶也是十幾天前 他叫X光那個瘋帶 是一隻東西都沒有換過的 那麼他就聲稱是被家裡的欄杆夾斷的 他是做完X光之後 他就沒有去做過手術 打石膏任何 只是包了瘋帶就離開了 直到去我們昨天 他是依然沒有任何的治療 我希望他手上其他動物都可以救到出來 雖然救出貓狗 但這次事件都令一群義工很心寒 以我所知 我有聽聞他是有外面不同的組織 利用義工這個名義去騙不同的貓糧、狗糧 去餵他本身自養的狗隻、貓隻 我們有問回無所相關的負責人 負責人都聲稱他只是在無所其中一個義工場地 打過一個禮拜的工 然後請了一個月的假 然後就已經同無所是沒有任何的能力了 很心寒 覺得這個人利用其他民間組織的名字 去不斷拿其他貓狗 然後把貓狗搞成這樣 整件事是很恐怖、很變態 是否別有內情 我們嘗試致電甚麼時候了解情況 你打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請遲點再打過來 我們隨後都向外協查詢 回覆說 調查發現屋內有四隻貓和四隻狗 有水、有糧食 初步未發現涉及殘酷對待動物的證據 就事件 警方都聯絡了外協作出調查 如果有刑事成分 將會轉介刑事調查科跟進 是有可視器的 對待日本的證據 記又要去找派